HELLO 大家好,我是KEYSEN 今天我們來和大家一起試玩劍之玉瑤 這個是一個動漫風的MMO手機遊戲 我們來看看 我正在用的角色是一個炮妹的角色 它有很多不同的武器可以使用 我們開個角色慢慢跟大家介紹一下 本身的角色是一個女生 我們試試選一個男生的角色 髮型 選一個這個髮型 這個髮型應該是比較高級的 這些髮型一定要紅色 先配合紅色的髮型 還有這個眼睛可以選擇意識桶 先選擇漂亮的眼睛 左邊眼睛要綠色 嘩 我感覺很喜歡病 先選一個服裝 配合紅色 帥 語音要怎樣? 這當然要冷漠的語音 它沒有職業限制之分 它裡面其實蠻自由的 它有分別的是什麼呢? 它有分武器 完全大家進去玩的時候 可以選自己喜歡的武器 我們選個3D的東西看看 之後應該可以隨時改這個設定 來啊來啊 走路武器先選擇武器 它裡面有的武器有什麼呢? 有雙刀 大劍 泰刀 弓箭 法杖 重炮 我正在用那個叫重炮 然後還有長槍 你進去玩的時候 如果你有第二把武器 你可以換上新用的 不過你的武器越升得高的時候 它的技能就可以越點得多點數 還有它升武器升到最頂的時候 就能覺醒那把武器 就是它叫做真鳴的東西 就會加很多屬性能力值 試試把泰刀先 你看一刀斬過去 多厲害 這個是向前dash 還有這個 十字氣斬 還有一些寶具 選擇一個寶具點擊之後 可以釋放寶具的技能 啊啊啊啊啊啊啊 這個是家寶 遊戲裡面 它是有些不同的 跟其他大家玩開的 這個遊戲是不能鎖定這隻怪的 如果你看看我向著這邊出技 是真的向著前面出技的 就會攻擊不到這隻怪的 那我要怎樣呢 我要拉它 拉兩隻怪的 轉身 咦 你先的魚之技 再出技 打個十字爪 一開兩隻 一個衝鋒 踢 死了 這個就是它特別之處了 大家真的要控制技巧上面就高很多了 你要想想為什麼它閃避怪的技能 避開它們的技能 又或者是怎樣可以去瞄導它們來再造傷害 我們試一下把長槍吧 不如 長槍看看技能是什麼樣子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 OK 範圍攻擊 這個應該不是突刺啊 這個 嘩 我們試一下雙刀 嘩 亂斬 然後還有一個旋風斬 武器這些 如果自己喜歡玩的話 可以進去之後 就自己再試一下 你想用哪一款武器 回來我這個炮手的角色 我覺得炮手的技能也不錯 這個熱能不足 熱能不足是為什麼呢 其實我要普攻來儲存 你看到這個按鈕嗎 一直在按鈕 它在儲存韓巴上去 你儲存韓巴到某個級別才能出技能 然後我有些技能是 好像這些 SELF 你知道嗎 已經不是普攻的炮 這是外星人的那些 你知不知道 然後還有一些要 丟炸彈 其實我有很多技能都是丟炸彈的 還有這招就是我向地上 然後一下子 一下子 那些武器 其實為什麼要先用著一把 雖然你可以不停地換 我當這個英靈鬥場裡面的英靈 我看一下他們裡面的技能 好像弓箭手 你看到嗎 武器真名 武器升級到最高之後 其實是要覺醒它 覺醒了它之後 武器就叫做真名 然後那些東西 會加多一些不同的能力值 那些東西 不如試試打打給大家看 第四層 我應該是沒有 我深信我現在這個level 因為這個其實這個任務出了很久 我一直都還沒打 一支雷射砲射上去 砰 他死了 很危險的大力 砲手真的很大力 砲手真的很棒 他在這裡的重點中間 其實他有沒有相機 你可以隨時地 殺了敵人可以去拍一張漂亮的照片 直殺 好殘忍 大家如果下次有機會殺完人 都可以去試一下拍照 打那些冒險冒險 我待會試給大家看看 因為其實我現在接了的任務 是釣魚 其實我釣了 我釣多一下給大家看看 站在這些魚 就是這些池塘邊 或者河邊的位置 可以按釣 5號釣魚區 等待魚而上釣 魚而上釣 點擊拉桿 好像很大條 去哪兒飛去哪兒 不是在我的手上 釣到了 這個釣魚不激 你釣到的魚 它是會有紀錄你 你釣到最大條是甚麼魚 釣到最大條是4.32英寸 4.32英寸 我不知道多少 然後你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你看來 如果喜歡草這些 achievement 你可以試試草一下 另外 你看到裡面 它隨時可以再 弄一下自己的樣子 武器真名 我現在都可以解釋 尾羅S級的勇者 今天來有甚麼事呢 是關於武器真名的事 武器真名的確實 你已經能力可以接觸到 武器真名的地步了 武器真名是 諸神流比後世的神跡之一 也都為數不多是 人類倆的朋友知識的技術 激發作用的神跡之一 擁有武器真名的武器 十分珍貴 只有不停提升它的同步率 你才可以跟它同步 這把就是真名了的火槍 好帥 真名了武器 你看到它這些能力值 就會大幅提升 真名之後很漂亮 我先把炸彈丟出去了 丟錯邊 丟錯邊 它在這邊 這些自己控制的技能 自己再小心一點 丟回一個 引力彈的東西 我先吸一吸 一個雷射 射射射 我只有三隻雷射 好漂亮喔 真名之後真的不同 這把應該是未升上去的火炮 這把應該呢 我現在可以保持著升這個同步率上去 升到那麼上下之後呢 我就可以把這把武器真名了 這個遊戲其實呢 它還有一樣東西呢 它叫神文 什麼叫神文呢 認知的能量 寶具神選之珠 將這個 世間所受眷固的 少年少女記錄下來 形成了這個神文 即是呢 一些 被神所選中的 俊仔俊女 就有機會獲得這個神文 碰這本神選之珠 就獲得這個神文 其實這些神文最主要的用途 就是會增加我們的屬性 又或者 跟它的關係基本好的話 可以有這個共鳴之力 簡單來說就是會令你強化一點的一些東西 不如 10抽一下 看看會抽到什麼神文回來 還有看看角色有哪些 這個是誰 曉和業 這個好漂亮啊 咦 這個適合我啦 這個絕對看下去就知道 好漂亮啊 這隻東西都 為什麼操用那麼多的10抽象呢 看這個正常一點 三日月清光 這裏就是自己再安裝你自己抽到回來的神文 那你就可以去加自己的不同能力值 大家再玩下去的時候 有一個叫冒險 有個冒險加協會 它就是由這個 我現在是F級 最高的時候可以去到SSS級 有什麼用呢 就是它每個星期結算的時候 你做得越多東西 會給得越好的獎勵 它有不同的委託人 有不同的委託你要去幫它做 有些是要煮食 另外就是有些要狩獵 我們選狩獵來打一下 我們打個電鱷 不如試一下 剛才我升了升之後 技能現在又換了 完全不同的新技能了 咦咦咦 狩獵 電鱷 搜尋了它 上面的巴已經開始 就這隻東西 就這隻東西 看我啊 射之砲上去 炸 哇 夠這麼少的 喂 不是很夠打啊 原來我 不夠打啊 原來我 對不起啊 我不打電鱷了 我射 哇 死了 如果大家要選冒險家的任務做的時候 就量力而為 我夠了一個1% 完全不夠打 蛤 會不會太多 別的委託啊 不要委託這麼難打的 我們不如試一下釣一下螃蟹 我們開開心心 去做一個漁夫 釣一下魚 那你多好 打什麼電鱷 以為自己很好打嗎 你看 釣魚做到了吧 這隻蟹不會跑上來咬我吧 好了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自己在下面下載連結 自己去下載一隻遊戲來玩吧 那我就繼續在這裡 釣一下魚駕 有沒有算 我竟然打不贏 巨惡的電鱷 我以為我打得贏他 我扣到他1% 就擊死我了 好了 今天就來到這裡了 下次再見 大家記得給我按LIKE 和訂閱我啦 BYEBYE